你好,今天我们聊聊咖啡。 你喜欢喝咖啡吗? 我很喜欢喝咖啡。 可是,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不常常喝咖啡。 我在中国的时候,咖啡很贵很贵。 中国只有星巴克。 嗯,很贵很贵。 所以,以前我不常常喝咖啡。 然后,我来到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咖啡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受欢迎,很多很多人喜欢喝咖啡。 那我今天要说说,嗯,几种咖啡,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也要说说,在每个国家, 它们喝什么不一样的咖啡。 好,我要先说一个故事。 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咖啡,叫澳白咖啡。 就是flat white,嗯,是澳大利亚的咖啡。 我有一个学生,他今年,嗯,我觉得七十五岁。 他告诉我,他觉得可能他是发明这个咖啡的人。 嗯,发明这个咖啡的人。 他说,以前,以前他去一个咖啡馆。 他点了一杯咖啡。 这杯咖啡叫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 你们知道卡布奇诺,嗯,有很多奶泡。 然后呢,有巧克力粉。 巧克力粉。 所以呢,我的学生,他点了一杯卡布奇诺。 然后他觉得,哦,奶泡太多了。 他也不要巧克力粉。 所以呢,他把奶泡和巧克力粉。 刮掉,刮掉。 嗯,他的咖啡很平。 平,flat。 对。 然后,嗯,我觉得这个咖啡店的老板说,啊,你要flat white。 然后我的学生说,对,我不要卡布奇诺。 我要flat white。 嗯,所以呢,我的学生觉得, 可能他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喝flat white。 咖啡的人。 所以,在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咖啡就是澳白咖啡。 flat white。 这是澳大利亚。 好,那我们知道,嗯,在咖啡里,濃缩咖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濃缩,濃缩这个咖啡很浓,很浓,很香,很香,嗯,可能很苦,啊,很苦。 对,濃缩咖啡。 对,濃缩咖啡。 在中文,我们常常说这个咖啡叫濃缩咖啡。 嗯,也常常说它是意识浓缩,就是意大利的,意大利的濃缩咖啡。 好,所以,我猜,意大利人可能喜欢濃缩咖啡。 濃缩咖啡。 好,然后,濃缩咖啡如果加了水,在中文,我们叫美式咖啡。 我觉得因为是美国人发明了这个咖啡。 美式咖啡。 好,美式咖啡如果加了冰,那我们说它叫冰美式。 冰美式,嗯,好,那有的人觉得,嗯,这样的咖啡太苦,太重了,太浓了,他们不喜欢。 所以呢,他们会加牛奶。 好,我觉得最多人喜欢的牛奶咖啡是拿铁。 拿铁。 拿铁。 浓缩咖啡加很多很多奶泡。 嗯,那有一个咖啡和拿铁差不多,就是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加了巧克力粉。 巧克力粉。 对。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喜欢喝卡布奇诺。 因为,嗯,卡布奇诺有一点点甜甜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常常喝咖啡,我觉得你更容易接受。 嗯,更容易接受有一点点甜甜的咖啡。 好,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澳白咖啡。 澳白咖啡在澳大利亚很常见。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国家,你们有没有澳白咖啡。 嗯,然后还有一个咖啡,我也觉得很多人喜欢是摩卡。 嗯,摩卡就是有咖啡,然后呢,也有巧克力,可可。 对,所以这个咖啡,嗯,很甜。 冬天的时候喝,嗯,很舒服。 好,那我去了一些国家,然后呢,我发现每个国家喝的咖啡有一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去了泰国,我发现泰国的咖啡也很好。 好,但是泰国有很多咖啡,他们放了果汁。 对,果汁和咖啡。 所以是水果味道的咖啡。 嗯,很多很多果汁咖啡。 好,这是泰国的咖啡。 然后呢,我去了日本。 然后呢,我去了日本。 日本的咖啡。 大部分日本的咖啡我不喜欢。 我觉得很苦很苦。 但是也有很多很小的咖啡店,他们做很好的咖啡。 他们做手冲咖啡。 手冲咖啡。 现在手冲咖啡是我最喜欢的咖啡。 我觉得手冲咖啡最好喝。 可能因为我去了日本。 然后我觉得在日本我喝到了很好的手冲咖啡。 所以现在我最喜欢手冲咖啡。 我觉得磨豆子很好玩。 很好玩磨豆子。 好,然后在中国我觉得咖啡和牛奶还是更多人喝现在。 但是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咖啡加了茶。 我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喝了一个咖啡是加了茉莉花茶。 我很喜欢。 我觉得很聪明的做法。 茉莉花茶的咖啡。 然后还有很多别的。 嗯,在中国有一个咖啡店叫lacking,lacking coffee。 中文的名字是瑞幸咖啡。 这个咖啡店他们常常有新的咖啡。 这个咖啡店的咖啡。 嗯,不贵。 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味道非常不错。 如果你去中国,你一定要试试瑞幸咖啡。 好,那我说了澳洲,日本,中国,泰国。 嗯,还有两个国家。 我知道他们喝什么。 但是我没有去过。 一个是韩国。 我觉得韩国人非常非常喜欢冰美式。 然后还有一个是越南。 越南我没有去过。 但是越南有越南的咖啡。 我也非常喜欢越南的咖啡。 越南的咖啡又很苦又很甜。 非常有意思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嗯,越南咖啡我也很喜欢。 那在你的国家你们喝咖啡吗? 你们喜欢喝什么咖啡? 留言告诉我。 好,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